公元502年 南齐的宗亲大将军萧衍 正式建立粮朝了 他先废了东昏侯 立了一位和弟叫萧宝戎 没多久把这齐和弟萧宝戎也废了 自己当皇帝 后世有一位大儒学者 明末的那位王福芝先生 在评价萧衍 废齐建粮这段历史的时候 有自己一番见解 他认为萧衍虽然是篡位 但是他的罪责 轻于萧道成 萧道成就是萧齐的建立者 为什么 因为萧齐的后边这位东昏侯 这残暴劲啊 实在是太过分了 老百姓大臣们都难以生存了 这样的人被取代 把那皇位从他手里篡夺过来 应该说呀 是解明于倒旋的一种表现 反过来 再看看萧齐手下的这帮大臣们 他们不定策于顾命之日 不禁见于失德之时啊 说那几位辅政大臣 你们受遗诏顾命的时候 你们没有说话呀 皇帝失德 你们就礼貌性的劝劝 你们是翘首以盼 看着他颠覆 大伙众一块起哄 把人杀了 其结论是君臣盗王 填布之序 相习以成为封上 至此吉也 君臣知道没有了 互相 叫他们 你糊弄我 我糊弄你 而且上下传承 习以为封上 这种结果到最后 必然是亡国败家 很多人一想到南朝 总会想起王谢风流 清坛悬言 六朝金粉 还有那著名的诗句 南朝484 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整个这南朝 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 飘逸 轻松 那么一种感觉 其实哪知道 那个时代里 出了这么些暴君呢 老百姓是生活在一个 痛苦的黑暗时代中 同志者的荒唐 暴虐 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能力 这要不是细细的 研读史书 子序去翻找 这些故事 也许编都编不出来 演绎 也演绎不到这种境界 后来那位大诗人 李商隐 有一首奇功词啊 他凯探道 永寿兵来 夜不拥 金莲无腹 印中亭 梁台歌管 三更霸 游自风摇 九子灵啊 南朝 宋齐 梁臣四代 我们说完了 宋 齐 按下梁国不表 再把目光挪向北方 看看那北魏帝国怎么样 北魏帝国咱们提过 那位赫赫武功的北魏太武帝 叫拓跋涛啊 这拓跋涛睡着睡着觉 脑袋就掉了 宫廷之内 谁敢对这位皇帝有战功 有威严的一国之尊下手啊 就是他最宠爱的大太监 宗爱啊 这宗爱 怕这北魏太武帝 追究他自己的过错 宗爱有什么过错 他不污蔑过太子吗 到时候 这位太武帝拓跋涛 这脾气可没准啊 宗爱天天伺候他 宗爱能不知道吗 他说杀人就杀人 今儿对你还恩宠万分 明儿就能把你搬喽 搬喽脑袋给你搬家了 宗爱心想 别等他杀我 他脾气没准 我先把皇帝宰了得了 这大公公宗爱 来了个先下手围墙 趁着拓跋涛睡觉的时候 他用根绳子 就要把这一代雄武之主 给送上西天 那要问呢 是文武大臣 在这位嗜血君王面前 都不敢抬头直视 一说话老得低头瞅的地 怎么在怕他这目光 大气都不敢出啊 那么这位太监 家奴 怎么就敢下手勒死这位帝王 有句老话吗 叫奴仆面前 无伟人呐 你说多伟大 多光荣 在外边多么威风 在奴仆眼里边 你跟他一样 吃多了也打宝格 洗澡的时候 也得把衣服都脱了 多新鲜呢 摔一跤 也可能把那摔轻了 蚊子咬完照样也得挠 喝醉了撒酒疯了 更常见了 所以你在外边是正心微作 在奴仆眼里 你一钱不值 如果对奴仆有恩 他会知恩徒报 像这位大公公宗爱 跟他手下一帮亲信小公公们 他们对这太武帝 这位拓跋涛军王 赶紧临死 也登腿啊 多新鲜 大公公宗爱 带着一帮小公公们 拿绳子这么一拽 眼睁睁的 就要看着这一代熊主 圣年报死了 就要带他们手下 活活给勒死 谁来继位呢 应该是太子拓跋晃 拓跋晃已经死了 再按照常理福利 就应该立拓跋晃的儿子 拓跋骏了 拓跋骏刚刚十三岁 大臣们商量 其中有佐普叶兰言 世中和定 还有世中削提 这三位 他们呢 在商量谁来继位 但是并不知道太武帝 是被人暗中杀害 以为太武帝喝酒喝多了 半夜病死了呢 一想这十三岁的拓跋骏 是太武帝之孙 太小啊 主少国仪 那就先密不发丧 咱们找找 另外的孩子能不能继位 他们打算拥立太武帝的 第三个儿子 秦王拓跋骏 这第三子 比这皇太孙的年纪大多了 这国家不稳定了 暗中派人把这拓跋骏 请到密室之中 这把拓跋骏也请来了 大臣薛提 又有点要变卦 那儿一看怎么意思 薛大人 哎呀 这皇太孙拓跋骏 他毕竟是势敌呀 他这敌亲呢 按理应该立敌 咱们怎么去立别人了呢 如果立秦王 恐怕萧继传出去 就会引起动乱呢 这几个大臣就在这儿 反反复复 仔仔细细 商量来讨论去 把时间全都给耽误了 要不说 果断 这不容易呢 早定下来早就得办事啊 现在就因为这么一耽搁 那大太监宗爱 又知道消息了 宗爱一听 立谁啊 立秦王拓跋汉 我跟拓跋汉没交情啊 好嘛 这大太监看来 想立谁得跟他交情好了 才能当皇帝 跟大太监宗爱关系好的 是哪位王爷 是太武帝的第五子 叫拓跋鱼 这位大太监很有魄力 心想你们几个商量商量 跟我没关系 我定下主意 我就赶快做 这叫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就撒不了油啊 派人赶快 下传皇后诏令 赵兰言 何定 薛提 三人入宫义政 这仨还挺高兴啊 感情打了好几天假 倒没成仇 反正是各执己见 听皇后的吧 哪有什么皇后啊 进德宫中 就看见宗爱 带着几十个 全副武装的小太监 全副武装啊 有拿刀的 有拿枪的 就在这等着呢 这三位是赤手空拳呢 刚进了殿堂 光当门这么一关 被这群太监就斩于殿堂 在密室里边 等了两三天的秦王拓跋汉 还能等信呢 这怎么意思 到底商量完没有 我什么时候继位啊 这天突然听到密室外边 脚步声忙 他以为是请他 出来登机的 一开门一看 眼直了 没见那几位大人 见了好几位 拿着刀的太监 不是群王拓跋汉吓坏了 他刚想询问怎么回事 这几个太监过来一刀 把这王爷爷给宰了 就这样 太武帝的第五个儿子 拓跋于 在大公公宗爱的福利下 成为继位之君了 为了表示对大公公宗爱的感谢 他封宗爱为大司马 大将军 太师 封为平义王 太监都当上王爷了 殿上的皇帝 又不是那皇太孙拓跋郡 北魏朝廷大臣都纳闷 怎么这两个怪现象 皇帝没儿子 但是有皇太孙 为什么不让太孙继位 一个太监怎么当王爷了 这没法解释啊 大臣们都感觉到出了什么事 拓跋于 当了皇帝没多久 我觉得这宗爱太讨厌了 虽然不是有恩于自己 但是宗爱权力太大 我既然当皇帝 我手里得有权 我就得把他手中 全慢慢的夺过来 可是怎么夺呢 挺费劲 这坏事做多了的宗爱宗公公 是胆子越来越大 他发现 自己福利的这位五皇子 拓跋于 对自己不太感冒了 宗爱心想 什么事都得抢先啊 我要不提防着他 他就能先把我除了 我怎么送你老子走呢 我怎么送你走 月黑风高夜 一条小细绳 带着几个太监 他把拓跋于也送走了 好勒死爷俩呀 不过这一次弑君 走漏了风声 进卫军的官军中 有人就得了信了 找了几个主要大臣 他把一通风报信 大伙一听啊 把皇帝给勒死了 以前那皇帝怎么死的 那不知道 估计悬呐 有一就有二 咱别等他再去杀谁 立谁为君了 咱先把他宰了 这个大臣早就恨这太监王爷了 率兵冲进宫中 把宗爱给逮捕了 史书称 巨五行而杀之 五种大行 都给这宗公公用上了 最后给折腾死算完呢 这算恶冠满营吧 然后大臣们迎接皇太孙 叫拓跋郡 登基坐殿啊 这就是北魏的魏文成帝 文成帝在泰安二年 立冯氏为皇后 这可是一个重要人物 冯皇后 就是后来名传历史上的 那位文明冯太后 文成帝 立当时年仅三岁的拓跋红 作为皇太子 魏朝有这么一个规定 咱们前文书介绍过 叫子贵则母死啊 儿子一当太子 亲娘现在被杀了 依据制度 当天晚上 文成帝就赐太子的生母 李贵人自尽 那么这三岁的皇太子 没了娘怎么办呢 就要给冯皇后抚养啊 三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呀 戴熟了不照样叫娘 哎呀 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 中国文明史 你看吧 叱咤风云的大都是男性统治者 无论是万事流芳 而这罢名千载 帝王国王们 或者强横 或者鹦鹉 或者是荒银 或者是暴虐 或者是懦弱 或者是颓废 或文雅 或粗俗 是非益叛 这恩怨能明 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统治思想的 中国封建历史 这个女性统治者 是寥寥无几啊 从数量上讲 根本无法就跟男性 那数量去匹敌 可是呢 从名气上来说 一旦青史有名了 他们 又都是名声远远大过那些男性君主 您比如说 吕后 刘邦的媳妇 后来的武后 唐朝 唐高宗李治的媳妇 清朝的咸丰皇帝 那位纳拉士美人慈禧太后 等等吧 无论他们治国之术怎么样 这国家治理的如何 母后临朝 首先 这在儒家思想正统的文化里 很难让人接受 这四个字啊 在史书中 经常跟那个淫乱的凶毒啊 专资啊 这些贬义词相连 有句成语 叫聘鸡私臣啊 聘鸡 就是母鸡啊 母鸡大名 这不是你的活啊 这些成语 就是来讽刺这些女性统治者的 鉴于吕后临朝以后 对汉代国事宗室的危险 汉武帝晚年 要立小儿子刘福玲为继承人 把他最宠爱的 这位美人叫高义夫人 也就是刘福玲的生母 不是给杀了吗 结果汉代后来的帝王们 倒没有完全这么办 敢到北魏这儿 倒是学得很正统 一定要立太子前 先杀掉太子的生母 这就造就了 这位文明冯太后 他没有儿子 却能够赌掌朝纲 这种历史的偶然 这位拓跋红小太子 三岁的时候 就跟了冯太后了 冯太后 别说 对这个儿子 过季过来的孩子 他是十分的喜爱 关于这个冯太后啊 咱们前文书提过 他的祖父叫冯红 冯红是北燕最后一位皇帝 北燕国家被魏太武帝 拓跋涛给灭亡了不是吗 冯红跑到高丽后 被高丽国王落井下石 被杀了 他的父亲叫冯朗 归附魏国 就被封为了西域郡公 当过秦州刺史 雍州刺史 后来呢 因为千连案件而被杀 冯太后 还做小姑娘的时候 就被送入宫中了 他的姑姑 当时是太武帝 拓跋涛的左朝仪 他的姑姑抚养了冯氏 赶冯氏 长得十四岁的时候 文成帝拓跋郡就继位了 你想想 文成帝年纪也不大 俩人年纪相仿 这冯氏 长得很漂亮 应该说是标准的美人 他又有才华 你小时候受过宫廷教育吗 被选为贵人 跟着因为受宠 被立为皇后 偏偏这文成帝 短命君王 活到二十六岁 驾崩了 根据魏国旧制 皇帝驾崩 三天后 就要把他生前的 玉浮器物 是一并烧毁 文成帝二十六岁 这冯氏也这岁数 按照当时的规定 要烧烧前军的遗物 有一世间朝廷摆光 跟宫中的嫔妃们 必须哭临 站那不许不哭 难过不难过 都得掉眼泪 最难过的 就是这年纪轻轻 失去丈夫的冯皇后 就看这冯皇后 痛不欲生 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这会儿什么也顾不得了 穿白挂素 剁着脚的在那痛哭 哭着哭着 宫女们没拦住 就见这位皇后 登登登登登 往前猛跑 就要奔那火堆去了 这火堆不小 皇上有多少东西啊 你跑一坑了 打算烧得完呢 得这大火堆啊 这就往里蹦了 蹭蹭刮的进去了 哎呦 嗷了一声 好像把那些宫女都吓晕了 有几个太监反应快 扑进火中 把这冯皇后拽过来 老半天 逢皇后才醒过来啊 头发也烧焦了 哎 也不怎么跳呢 居然没毁容 反正磕点碰点 这长剑 一抢救 救过来了 后边人赶快吩咐 不能让皇后这么着急了啊 现在得是太后了 新军继位 贵为太后 把他身边的什么剪子呀 那个利器呀 小刀都得收起来 针线活都不许他做了 皇后也不做那个 反正就不能自杀呀 这冯太后 要说这戏眼的真不错 通过这一次跳火 让所有的大臣都很动心啊 其实这冯太后 要真想自杀的话 何必当着大火面 往火坑里跳 谁能忍心让你跳沟里去 他可以上吊啊 可以吞金啊 没这么做 说明这位冯皇后 现在的这位太后 她别看年纪轻轻 她很有心计 她在大厅广众之下 上演了这一出火蝴蝶 这算大戏了 也不知道她这个血嫩的肌肤 到底留下伤痕没有 恐怕是没有伤及她的美丽 要不就是提前抹了什么防烫伤的药了 反正这一跳是千五一跳 不仅没有回去容颜 而且显示出了冯皇后 作为一个女流 有过圣死男人的勇气 跟超过智者的思维啊 冯皇后领养那孩子 今年十二岁了 继位为君 就是北魏的县文帝 尊冯皇后为冯太后 县文帝 所以视自己的生母为原皇后啊 那生母李氏才可怜呢 当时进宫的时候 县文帝的父亲 叫那文成帝 又在楼上老远就跑下来了 怎么呢 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家人 这皇帝也够有德行呢 抱着这美人 也来不及回宫中的浴床上了 找那么一个临时住所 就临幸了 有了这县文帝 受宠了吧 可是偏偏 是用他的儿子做太子 按祖讯就把这么一个受宠的美人 给杀了 那么冯皇后自己倒没生儿子 反过来成为太后了 福兮获兮呀 今天县文帝在追侍生母的时候 是黯然落泪 县文帝可能是很惧怕 自己这位后母 难道说后母不疼爱吗 倒不是 冯太后是疼爱加严厉 二一个他自己也很喜欢大权 偏偏 这小皇帝他不刚十二吗 很多事情都得听这母后的 有车企大将军率重造反 小皇帝没辙了 人家冯太后 凭着自己的机智跟胆识 很短的时间 烧精周旋 就把这车企大将军给斩了 这一下朝野震惊啊 感情这太后是真有能力啊 大伙就更佩服这位冯太后 冯太后临朝听政 小皇帝呢 这位县文帝 虽然说史书说他刚毅有断 但是呢 大概是这会儿不让他去断 都得听他妈的 他们的兴趣就研究到黄老之术上 觉得黄老之术 这个桂吾就不如那佛经 更吸引人 他又研究佛经了 按说这位县文帝是天资聪明的人 如果让他来治理国家 也许就是一代明君 可偏偏这位聪明的皇帝 又碰上了一个比他更为聪明 更为果断而有毅力的母后 冯太后 名义上还证给了这位县文帝 使他能够自行其事 决断朝事 但是实际里暗中还有所限制 这种权力之争 这种权力之争 终于是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之间 他们这个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 格模一点一点的就明显了 就在县文帝生了自己的儿子 皇子拓跋红之后 跟他一个名字啊 不是一个写法 生完了这个儿子 立即把他就立为太子啊 这一个巧妙的动作 让冯太后心里边很不痛快 为什么 现在冯太后才三十多岁 你马上立太子 难道说是跟我对抗吗 就在此刻 关于冯太后的种种绯闻 也传到了这位年轻皇帝 天文帝的耳中 谢文帝心想 这回我得给你一点颜色看看